编辑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它指编辑我们用户的昵称 我们从列表键里面可以点击编辑进去 也可以从我们详情里面点击进去 编辑的程序需要将你编辑账号的ID传递进去 所以说将这个地方的编辑按钮 ID进行统一传递 您待会在里面的 将我们的ID字带统一传递进去 进去之后的话 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昵称这样的一个动作 将我们非相关页面进行关闭 可能是others 编辑页面要用的是我们set的方法 那首先是一样的 还有get跟post get进行我们页面的展示 post进行我们的数据的修改 所以说是我们的message 是一个get或者是我们的post 我们都接受 然后的话如果当前的请求的message 是我们的get的方法 我们进行我们展示的过程 然后定一个瑞士 等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唯一可以确认的contest 已经是可以确认的 当前的光标 高亮的光标是index就可以了 像这个是可以进行统一的一个返回过程 然后的话取得当前页面的id字带 从request里面取得我们的id字带 或者只是0 如果我们的id小于1 不好意思 你就只能进行返回 跟我们info一样的 那我们这里 将这一段可以复制过来 定义统一的一个返回值 然后去查询我们当前 发现查询当前的用户信息 info是否存在的 不存在也要返回 因为我们只能编辑 我们不能添加 if not info 他也要进行返回 对我们展示一面非常像的逻辑 只是一个是展示一个是编辑 进到这一步 我们就将我们的info复制进来 然后在前台我们进行统一的一个处理 打开我们的site.html manman site.mp 将这里的更新换成我们info里面的一个内容 把这个id替换成我们的id字带 这样的话 就可以进行统一的展示 展示的话 他要提交我们的信息 所以说他要写一个gs 所以说在我们的member里面要增加一个static gsmember里面增加一个member的gs membergs其实是很像 然后这里我再给大家玩完前面来写一遍 其实我们写到后面的时候 gs你会发现功能非常非常像 可以直接影响会复制 而这里的话我再给大家写一遍 来加深我们的印象的一个理解 这样的话大家比较好 那后面可能我就会进行复制的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的话是定一个member set ops 这样的一个gs对象 这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init一个是我们的event bound 这样的方法 init是给我们外面到的 event bound是给我们的init掉的 event bound只要是我们的四键绑定 所以说你看我写gs的方式都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s document ready 完了之后 防克星进行我们的event方法的调用 这里的话也直接调用我们的event bound event bound 就是member 世界 这完之一步之后的话我们就进行处理 好了 防定世界我们看一看啊 是 member他 就是class.c5这个按钮 点click 进行处理 方克星的写法 然后进行提交就可以了 提交之前的话我们会判断这个button 如果这个button 如果是前面有人点的话 就不准我们再解决 所以说我们定一个atm target 就是我们的button 就是当前的 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如果当前这个button 包含了一些不该有的元素 例如说这个包含还有hide class 它里面是什么 是disabled disabled disabled 说明他这个的有人已经点过 提交到后端之后 然后还没返回 所以就调我们的common alert 这样的一个事件 将我们的进 返回说正在处理 请不要重复提交 然后进行统一返回 不要进行后面的操作了 后面的话是我们的常用操作 首先是取代我们niclame 定一个niclame的target 从我们的hs里面去取代统一 获取点class 然后是import 我们的name等于niclame 这样的一个表单 然后niclame的值 就等于我们当前这个target的 wow去取代的变量 就是表单的值 几块一个写法 简单判单 ifniclame的lands 它长度小于1 不好意思 你就需要进行提示 commonbox.t 提示 提示的时候 第一个是请输入 符合规范的姓名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将这个target的传进去 他就可以在这个target的下面 展示一些信息 接下来就是进行 我们的数据提交 提交之前的话 我们将我们的button 复制一个值 然后再次点击词 如果后端还没返回来 他就应该提示 这个正在处理 就要进行重复提交到 bt targetI的class 是一个disabled 一个class data等于我们的一个是niclame 一个是我们的id字弹 id字弹的话 我们是从这里面进行统一取得 在这里我们中了一个隐藏的字弹 你的id嘛 或者你们取出来我们的id字弹 input 然后的话 内幕等于edit的wild值 然后进行我们的arjax的提交 $arjax 好 URL地址 我们都很像收到common ops的bid url 来进行我们统一的链接处理 member.set 写方set 然后是type4 是post 然后的话是我们data 然后的话是我们data 然后的话是我们data数据的格式 是我们的接设 然后是我们seplicize方法 好 这些你会发现都很像 写法都是一致的 处理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先不管 我们这个才发送一个请求出去了 我们来看一看经验的处理 首先要将这个GS加载到我们这个页面来 所以将index 一面的GS的加载方式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改一下文件名 那叫set.gs 打开它 你可以发现这个现在报一个错 我们看一看效果 set.gs 本身是不存在的 我们这个叫名字起错了 set.gs 注意 可能我本来叫的叫set.gs 写的写的慢慢的把它写错了 大家要注意 你们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个是我们set.gs 解决了报错问题 来点击它 你可以发送一个 二加分析 到我们的后端系统 我们再来进行我们的后端处理 一样的我们要定一个阶层返回值 扣着200表示正常 message默认是操作成功 data是一个节省 这是法规的数据值 一般我们都用不上data的东西 大家也知道了 然后从这里面来获取所有的我们的 Vanual 就是我们的提交未来的数据 然后ID之内 我们从这里面获取 request 我们的ID 前提是if id 这个是但在这样的一个 也快在对象里面 不再的话我们就取0就可以了 还有是nick name 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字幕上 一个是整形 nick name 取的是空 取完之后进行我们数据的有效性交验 if nick name 等 is rule 或者是它的长度小于1 我们就不好意思直接是将我们的返回值的code 等于-1 这是错误的message 直接提示他 请输入股核规范的姓名 然后的话直接进行返回 将我们的接生的快捷方式 接生fine 进行返回 后面的话是取得当前的用户信息失望存在 如果用户信息不存在 那就返回用户信息不存在 这个地方就取得我们用户信息 再接下来将它拿过来 如果info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说指定会员不存在 指定的会员不存在 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更新操作 它就是从我们的member info member info的nic name 等于我们这里写的nic name 然后的话它的update的态度 等于我们的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的话 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取得get current data 取得它的时间 好 那完之后是db session add 什么的 member info 然后是db session tomic 进行取交 完了之后直接返回我们的 实际结果期 此时我们就应该做完了 点击一下 后当返回我们操作成功 操作成功之后的话 需要叫GS的实践 进行写完 操作成功的时候 那你就需要跳出操作成功 点完之后应该返回到我们的首页 我们的会员首页 就是成功之后的话 我们应该是将我们的按钮的事件去掉 页目class 我们的disable的东西 disable 这个class 让它的事件去掉 去掉完了之后的话 就是if rs.code 等于200 所以我们要进行特殊处理 返回到它里面去 其他情况下 我们直接进行我们的错误 信息的展示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是commonalert 就是rs.message 然后它可以接受个callback的方法 这个callback的话是我们的 第一的 那就是默认我们callback它为空 就不处理 如果是等于200字 说明它是成功的 那我们将callback进行统一式修改 定义它等于一个方法 方法里面 我们希望刷新当前的URI地址 是location的u href地址 等于我们的首页的地址 别人的我们的URI 会员首页 跑到我们的会员首页里面去 可以了 看看效果 郭威发发发 操作成功 发回到首页 对不对 展示的信息也是对的 这样的关于我们的编辑功能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我们的 恢复跟删除这两个功能 要如何来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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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